最近有物业代理给一个offer买公司一个物业,而这个物业又是公司打算出售,价钱亦不错,但我没有接受,因为我认为,在这时间,买家仍然可以出到这个价钱。 当疫情放缓,物业一定会有所升值,物业代理同意,买家于是再提价百分之十。我见性情难却,最后接受了买家的出价。老实说,我对价钱是十分满意,甚至第一次出价也可以接受。 我并不是反价,只是觉得在最紧张的时候卖楼,又怎会得到一个好价。所以,我不明白地产商怎么会在最严重的时候推出新楼盘。 而且结果是超额认购。如果我不是身力其境,一定会笑问客从何处来。我认为地产商应该响应政府措施,暂时停止开售新楼盘,因为万一在售楼集结时出现族群。一定受千夫所指,而且买楼不同食饭,中午不食,晚餐亦无需食相份。 地产商暂停卖楼,购买力只会积聚,不会消失。如果在疫情之后才卖楼,不但买家较有信心。而且积聚下来购买力会造成一个轰天动地小阳春。 现在卖楼,即使超额认购,全部受兴,老板都不会满意,他会认为如果在过后才卖楼,一定会卖到更好的。 所以,大家不如摔心水,待过后才再推盘。有机会迎接一个特大小阳春。 。 。